其实我们是赞成这个勤俭持家的 但是呢也不太希望我们这一把年纪了 还这个口挪肚子 就是仔仔细细的 像我们叔叔说了 我给谁省给谁留啊 咱主要是活个自己舒坦 只要不过分的情况下正常消费 对 好 两位还有什么要问彼此的 啥问题 男嘉宾呢 几乎都差不上 没啥问题 好嘞 二位请起 到身边来 好 我们男女嘉宾到底合不合适呢 一会儿才能知道答案 我们男嘉宾可以回到密室稍坐休息 来 这边请 再见 再见 男女嘉宾与第一位男嘉宾约会结束了 其实我们男嘉宾一打眼看 好像整个的状态和他会琴棋书画 还有能够攒钱买那么多房子的 这种气质好像不大相符 很低调的一个人 但实际上真的是很有内秀有才华 他实际他心里真的是有一点小结 这个结就是说钱还在人没了 但是呢 就是我刚才提示他那一点 就是过度的消费补偿性的消费 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人还在钱没了更不行 所以不要过度的去从这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 咱都冷静的去思考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我们女嘉宾接下来要选择第二位约会男嘉宾了 会选择谁 5号 5号男嘉宾 来 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两个女孩儿 我当时在他这个照片上看到写的是父子分别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男嘉宾的年轻时候的样子是特别帅气的 帅 清秀 有点像台湾电视剧《穷瑶剧》里边的男主角 对 真的 来 有请男嘉宾登场 晚清一满 婚聊岸 爱的选择 结粮缘 不会服云 正老眼 秋童淳毅 学老伴 我是来自辽阳的林董 好 欢迎您 李叔 您好 来 你刚刚那个诗朗诵的挺好啊 自己写的 不是自己写 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 遮望眼啊 遮望眼 是不是 不会服云遮望眼的 意思就是就冲破各种阻碍 各种阻力 有说三道四的 就对我有各种看法 您来的选择有没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 啥人没有 有 有 说说他 咱们自己心里有数 自己把他们形成为服云 服云 那都是服云 我的幸福才是真金白银 是不是 对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男嘉宾生活当中的样子 10236号 李先生 73岁 辽阳人 离异 企业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独立 我这里平时没什么娱乐 就喜欢看看新闻 看一看署 爱看一些古代文学 中国四大名著 我那时候也没有条件买书 我都是借书看 借书看 你看 以前青春资格的 利好金港的 就是很多以前的 解放战场 康域战场 这些康宾朝战场 这些书我都喜欢看 喜欢文学是吧 还是更喜欢文学 小的时候看书 长大以后看电视 后来又有了网络 增加了获取知识的渠道 我看电视吧 不管是看业呢 主要看里边的故事情节 看电视特别是爱看山国 山国里边的洋洋国 最爱看就是佐亮 因为佐亮 它特别的宠妙 它就从来还是吵我好长 我很配合它 我爱它特别会用言 我担心三十多年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